新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所以现场的各位来宾 我想大多数人可能是冲着 今天我们剧中的几位主创来的 对不对 你们期待看到谁 大海人 都有不一样的声音 不一样的答案 可以说这几位呢 都是我们国内 无论是在影坛 歌坛 娱乐圈 电影界 都是响当当的 具有标志性的人物 而他们汇聚到一起 共同为我们带来了 这样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 巧红 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 特别的来介绍一下这部影片 影片巧红呢 是由黎明首次担当导演并参演 同时著名导演黄建新 监制张寒宇杜娟 王耀庆领先主演的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呢 是由北京快乐新生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百事活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环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环亚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环亚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综合千层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中影视文化天津有限公司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发行分公司 四海电影发行联盟联合发行的 将于2017年的5月19号登陆全国的月线 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来宾 所有的媒体同仁 所有的影迷 所有的同学们对于电影抢红的关注与支持 5月19号大家会到电影院看吗 会 先带各位主创感谢一下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正式开始了 要为大家特别请出我们今天重量级的三位主创 让我们掌声有请影片兼致著名导演黄建新先生 有请我们的导演主演黎平 欢迎 同时也欢迎主演张韩宇 欢迎 欢迎 好酷啊 张韩宇大哥 我们先给现场所有的同学们 还有媒体同仁来打个招呼 大家下午好 我是明明 大家好 我是黄建新 欢迎 好三位嘉宾请就座 筷子人口的经典作品 而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5月19号 全国上映的一部非常好看的影片抢红 所以想问一下三位啊 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你们的这次关于抢红的合作呢 诶 请一定是我 因为本身是我自己有一次跟韩宇拍完电影很久以前拍完鸿门页 我说我现在有个剧本可以写出来 咱们两个找个机会合作 那时候拍完戏也没太在意 好啊 然后后来我过一段时间写一个剧本出来 就是这样子 大家就有机会合作 是 那想问一下黎明导演啊 是如何蒙发着自己想当导演的这个念头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当导演的机会 就是在于他去不去选择 假如他找那个题材是他自己想去拍的 那这个题材他觉得是有冲动的 那他就会去尝试 尽力去尝试 但在尝试的过程里面 你也要看各方面的配置是否到位 假如真的是到位的话 那这个机会就促成 就这个机会 是的 所以当黎明大哥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 黎明大哥为什么这么坦然的 就是好啊 就接受了呢 之前有一个契机 我们俩拍《河门宴》 然后呢 黎明跟我说 说咱们找个机会合作一次 那我说好 完了过了几年 他就来 正好那天 约我去的时候 黄道也在 我跟黄道也合作很多次了 然后拿过一个剧本 我一看 这个是关于红酒的一个故事 加上这个人物写的呢 又是跟以往我这几年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又有点黑色幽默 又有点喜剧色彩 其实我是很有喜剧天赋的一个演员 没有发现之前好像 无名印汉的形象的角色多一些 但是一直被另一种假象所谎的意义 然后明明我们俩接触过 感觉挺投缘的 于是就答应了 加上我说在哪拍 他说在法国 在巴黎 还有法国南部一个特别优美的城市 叫桑托贝 而这个我一想对我吸引力太大 因为巴黎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 可以看到各种的很多的艺术 加上我听说法国人的工作 这个时间观念很强 你给他钱让他加班他也不加 那么我们一星期可能也就工作四天 剩下十年都是休息 对 所以这个又强烈的吸引了 于是就答应了 所以事实证明这一次选择呢 对于韩允兰大哥来说也是很明智的一次选择 不仅和好兄弟一起创作 而且还看到了法国非常美的景色 就像旅游一样 对 黄导是怎么样选择这个剧本 跟黎明大哥合作的 我拍《建国大业》的时候 黎明来帮我演了一场戏 那个时候我们俩聊天吧 他就说他有一个想法 想当导演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做了好多戏的监制了 那个好像韩允兰这个戏在《威虎山》之后 是吧 就是《威虎山》之后我在做监制 我们俩刚完就去 那天约 我们俩也就一块去谈这个事吧 现在呢就是 黎明呢 其实我在观察他 他其实是具备做导演的各种条件的要求 就是他信息 敏感 然后呢节奏感好 因为这跟他做音乐有关系吧 他有热爱 他非常非常热爱 我说这几个都可以 所以他有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说 我发几个剧本看看 你要有时间我们一起来做 我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现在反正大家都向着兴趣发展 就像我有时候还被韩允兹一下去演演戏 大家知道我演过什么戏吗 诶 如果你看过我们是潘金莲 那个省长就说我演了 真魔戒 所以现在大家经常串着来 因为电影行业是通的 特别是导演跟表演之间是一场看了 对 所以这方面呢 在法国拍的时候呢 我在旁边观察这个 这个黎明 就是他想到 关于镜头的感觉非常好 所以那天我到了法国 说韩允兵里 后天有没有洗汤 后天休息 我们俩去玩吧 我们去那叫什么地方 从那个桑多贝开车去马赛 马赛 我说黎明不用我待在这儿 我可以离开 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导演身上了 不是那天我们有机场戏要开 那我的戏就是刚好是我跟另外一个演员在一起 我们就拍按摩 拍按摩 所以坚持就不担心 我这是应该不需要担心 是的 总之呢 是一个特别轻松 是我这么些年来 拍的最轻松 最愉快的一个电影 就是之前我拍的电影都太累了 每个电影都五六个月 这个爬雪山过草地 特别累 这个电影就特别累 因为它需要你有一个轻松的一个环境和心态 环境美 然后剧中很多的道具也很考究 最重要的是 这个林明大哥对于红酒也非常的钟爱 然后在影片当中又呈现了很多 比如说像Lattachia这些 非常名贵的酒品 还有很多很稀有的一些道具 比如说这个跑车叫V Zendor Zendor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剧组还定制了这个限量版的黄金 无限的蓝牙耳机等等等等 都很多 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限量版 还有一些奢侈品 在这个影片当中都有集中的呈现 这是林明大哥平时生活当中 对于生活的一种品味的体现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生活里没有金色 因为现在剧情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 那个是比较他的个性是比较土豪一点 所以戴金色手表也戴两个 耳机也有金色 所以他是特别就是豪华的一个人 是 刚才黄金星导演对于这个林明导演的这个评价非常的高 也说这个在剧组拍摄的过程当中交给李导 他非常的放心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回过头来 再问一下这个林明大哥 我也知道这两天您特别的辛苦 带着剧组从济南 然后回到北京 然后又到了郑州 然后昨天在成都 今天又回到了北京 一连这一周的时间 都在全国各地做空中飞人来宣传这部影片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你觉得自己当时这个做导演的冲动 你后不后悔 没有 这一集没有什么相关的讯息 只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前辈很多导演 在我们前面做每部电影的时候 无论如何他们都去跑城市走路演 那所以作为一个导演的话 这样是根据他们整个节奏去走的 那也可以令到我去到一些我以前做宣传媒去过的地方 以前宣传只是跑戏院 那路远甚至可以去到不同的学校 跟不同人见面 包括一些不同的商场 那其实都是自己平常未必在以前做电影宣传里面做过的东西 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所以也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啊 那其实说到这个经历在影片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刚才几位主持人特别有提到在法国度过了很难忘的一段拍摄的这个时间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同学们也来透露一下 你们在法国拍摄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来给大家特别的介绍一下 说到这里李明大哥笑了 没有在法国我相信黄岛和韩语都知道 法国人特别喜欢放假 也特别喜欢就是罢工 那特别这种情况特别多我们 黄岛有几次刚刚好疯到罢工 就铺到飞机 盐物差点盐物差点得到现场 黄岛来说一说 那个法国人现在就是 那个地方特别美吧自然也好 他们大概工业革命时间长了 每个礼拜工作时间特别短 在桑托贝斯的时候 有一天韩语在那拍 全世界每一年有三天 全世界开哈雷摩托车的这个 这些人会到桑托贝斯集合 那三天桑托贝斯会有几千辆 这个这个 哈雷摩托车巡游 当时呢我跟韩语说 韩语如果把你搁在这车流里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后来那天就赶上是星期六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我们第一天知道这件事就来不及准备 我就去说试试看 跟法国之天去商量商量 说能不能加一天班 把这个韩语放在里头拍 谈不成 就是说 我就说付两倍的工资 我还以为少 三倍的工资 我们在休息 我然后又想跟人说 哎呀我们都是电影的人 你想想看 这个电影如果把它放在里头 是不是很有意思 他们说很有意思 我说那是不是可以拍半天的 就是物质和情感都啥都无量 但是跟美国人合作不是这样 那时候我在监制那个木乃一三 那天拍不完了 我就去跟他们商量 商量就是两倍工资 星期六加班 是可以 但是法国人不敢 又赶上了一次就是 去的时候第二天 机场又罢工 到我走的那一天 前一天说 恢复罢工了 我就很高兴 可以飞回去了 结果赶到机场 提前一小时又罢工了 害得我们又从那儿 倒到巴黎 然后又倒了九个小时的火车 倒过去 到了那儿 巴黎机场 就罢工翻走了 就是 那是赶上罢工 就是所以当地演员放假的时候 中方的演员也在放假是吗 不是 他们是工作演员 他们有一个很 很 很坚定的制度 对 好像礼拜六礼拜天不拍的 都不拍 但是好像音乐里面 有一天可以拍 基本上就是 时间 控制得很准 他们会是非常非常准 对 所以作为导演你会着急吗 就是这些 一直鞭策他们 他们不动 就会影响拍摄的进度 会不会有些着急 嗯 着急一定会的 就是说在一些自己能掌握的情况下 我当然会一定会提速 尽快提速 肯定 因为 不想耽误任何东西 对 对 所以那但是很幸运 基本上我们的拍摄都不是顺利 嗯 哎 我突然想问一下这个韩语哥 一般 大家都说在一个剧组里边 导演是特别 严肃的 甚至会发脾气的一个人 那你评价一下 林明大哥在片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是所有的导演都爱发脾气 我的导演他 他的本身脾气不好 就是容易着急啊 林明呢 他因为我第一次 他是一个导演的面目出现在我面前 对 嗯 我突然发现 他对 市组所有的部门的工作 都了如指掌 你看那个法国人有时候很慢 他有时候那个摄影啊 嗯 导演要求他这样 他慢慢的磨磨蹭蹭 他是一急脾气 他就抢过摄影机来自己拍 哎 你看我们的电影里边有很多都是他拍 你看 其他部门啊 道具各方面 都 后来我问他 他说 他这个 做四大天王唱歌之前啊 他是先上学学的电影专业 哦 所以就全面 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和剪接啊 各方面他学了很多年 这个 后来 误入极图 去当了四大天王 哈哈 所以我 我拍的时候完了 我说我 那就是唱歌是业余的 对不对 真是专业 对对对对对 我说你啊 还真适合做导演 因为他可以上上窜下跳的 全剧组所有的掌控啊 他都可以精力充沛 所以我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 你看17号我们在北京做的一场发布会里面来 但是呢所有的这个主创 对于林明导演啊 这个标签特别的多 就是各种比如说 细腻啊或者是电工啊 这个美工啊 给予了他很多很多的标签 我想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片场 大家可能也会很感兴趣 究竟 黎明在现场是怎么 来特别的掌控整个剧组的呢 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VCR 来看看导演 黎明 工作时的情景 一起来看 这个VCR 开始 他现在变得好 天天不动她的职业 在于他的努力 很荣幸 很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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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他的工作节奏 我特别的快 开始 开始 好 好 好 我们已经不像你了 你特别像那个人也好 好 好 到底什么活动啊 有拍机 有两个机器 有大灯 有道具活来干 很投入 完全在他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在一些时候他要求一些点比较好音乐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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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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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初应该有热烈的掌声送给你 我好感动啊 看来我觉得 我这么多年 爱的这位黎明大哥 真的没有爱错 真的我觉得他太全能了 我觉得一个男人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在片场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 很难想象 这么大的一位演员 大的明星 在片场的时候会做一个 小道具 这个小工种 然后会帮女演员去扇风 制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情节 像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这个VCR当中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黄建兴导演 看完这个VCR之后 您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位资深导演 来评价一下我们的黎明大哥 我刚才看到我自己说那句话 还是那个认识 就是我在现场第一次看他拍戏 我坐在后头待了两个多小时 心里都说这个不像第一次做导演 就觉得东西都非常熟悉 都胸有成竹 而且他有一种激情 他在现场活蹦乱跳 他永远都在跑 比如说那边有个什么事 他就是跑过去了 跑过去就跑回来 就是他现场的 他的那种激情是感染旁边工作人员的 刚才说了 法国人比较慢 但是我觉得到了第三天 他老在跑了 看那个法国人也开始走得快了 导演一跑到后头 走得比过去快 他是影响的 所以他是一个身先世俗 然后努力地去用自己的那种感染力 去干扰全组的人 其实导演是需要这个的 这样就有一个聚合力 大家把势都试到一起 所以那天14号你在主持 所以全组的人都说轻松 愿意合作 气氛特别好 这是大家一致的人生 对 海里大哥看完这个VC之后 是不是觉得当导演挺不容易的 对 我看完这个我回想起三年前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经历 就浮现在眼前了 后来在他的这个导演的表率 起到表率奏用下 法国人确实也快了 这个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法国的 有一个那个女孩 是吧 有一个巨子 有一个摄影部门 有一个女孩 很弱小 很 看着 很 很 那个 弱不尽风的 但是所有的重东西都是他 他来拿 他一个人上串下调 跑来跑去 办很多重的东西 那些男的高大威猛的就在旁边插着手这样站着 然后这女孩就来回地跑 办最重的东西 然后我说他们这个分工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其实作为这个导演来说 我想李明大哥在这部影片当中是又当爹又当妈 还要当演员 还要当这个巨物 灯光 身兼树职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电影当中 这个影片讲述的是 关于一个天下红酒的这个争夺战来展开的 其实它烘托的是浓浓的这个兄弟的情谊 所以想问一下导演为什么会选择红酒 还有这个夺宝 兄弟情 这样的一个元素的影片 其实很多是跟人生的生活走的一段路有关系吧 你说我小时候在北京出生 在托儿所 一直没有兄弟姐妹 你想剧本是很容易想到在一所郭儿院 假如自己我哥哥就很好 所以别人 郭儿院里面就是 韩远是我哥 我是他弟 两个在郭儿院里面 刚好碰到一次挑水果 一个法官挑水果 想你养孤儿回去法国 那刚好 哥哥吧 我抢不到水果的时候 他就把两个葡萄送了在我手上 结果就法官挑了我去的法国 就把他落下了在中午 那后来我们还因为是抢过红酒的时候 我们再有机会再碰面 所以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你多穷 你身边有好的朋友 你珍惜他的话 你总会觉得人是幸福的 你身边多有钱也好 没有真正的朋友 你也是觉得人生缺少了很多东西 就这么简单 而且比红酒只说 在元朝唐朝以及有红酒 这瓶酒比唐朝再早一点 元朝忽必烈跟马可波罗成为好友之后 元朝的一个酿酒师带到了法国 而法国国立生根 酿造出一瓶绝世红酒 被反昏排斥 最后比如一些情节 我们才是有机会去抢过这个红酒 对 有历史 有文化 有浓浓的这个兄弟情 那说到这个红酒 我想问一下几位 咱们剧组谁最能喝呀 这个红酒挺贵的 所以玩命敞开了 喝 二锅头 这红酒你要说真正懂红酒的 这黎明是特别懂红酒 yes 这个哪个红酒是几大酒庄啊 哪天出来的 左暗右暗的 他好喝呀 他全都了如指掌 所以他 就这个对红酒的热爱 激发了他这个 拍这部电影的一个激情 其实这个电影 在19号 跟大家见面了 它是一个 甚至有点荒诞 黑色幽默 那么一种 有些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 轻松愉快的一个电影 我很多年没有演过这种喜剧 喜剧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 你看他刚才说的两兄弟 在孤儿院 他去法国锦衣玉石 我在这个东北农村里边受着苦 这个很不公平 拍的过程中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 将来咱们这电影 你准备 咱们是一个什么风格 他很有想法 他当时说我们要拍一个 既不是 既不完全是香港电影 也不完全是大陆电影 我们介乎于这个 两者之间的这么一个 新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电影 我一想 很有想法 第一次做导演 但是这个挺难的 所以期待着 这个电影能有一个好的 跳黄成绩 再回到这个 林明导演的这个问题上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导演 哈密大哥对于这个导演 非常的肯定 而且对于这部戏 他的期望也非常高 所以我想问一下 您当时是 创作完剧本之后 您怎么想到 要邀请哈密大哥来演 你的这样的一个 大哥的这个形象 我说过了 一上来就说过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 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 其实我想回到的这个问题呢 是 兄弟俩 一位是大宝 一位是小宝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 这个兄弟 情谊的这个表达之后呢 还创作了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 就叫做大宝 而且这个MV 在网络上还特别的火爆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通过这个VCR 来看看这首非常好听 一些好玩的歌 好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好不好 音乐 然后 秋 边 女生 穗 九 龄 腿 你 wicht 你 没有人爱 家里覆盖 长大后还茫茫人还一个人 他们说要学会愿化才能发达 我欣欣用两手梦获 拼得成功 小眼睛呼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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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漫长 大嘴巴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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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管理我 能处理心情 好好奇好奇好指走路 你表情不理不清 亂守累居的 口中的 金笔变成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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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or 它是你的媽媽 阿邦3 Sale我的契機可唱 您太长了 旅程嗎 操作能夠 ng 外分和歸線 我們很挫功 UEYES EVE EVE EBE É irofer 憎恁 S вызser 味蠻王 ë 这应该是台语大哥第一次给永天来唱推广曲吧 对 电影是 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电影的推广曲来挑战一下自己 说来这个 可是我提议的 这个推广曲是您提议的 对 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 我们俩通了个电话 说关于电影宣传的 那时候本来是当时要上 后来又没有上 我说是不是咱们录一个卡通一点的一个歌曲 作为推广的电影的推广曲 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这个歌 我们后来回来以后录的这个 现在变成了电影的片尾曲 特别的好玩 而且这两天可能大家也通过就是 网络上的一些传播都看到了这支MV 反应非常的不错 而且觉得以前感觉很硬汉的两位大哥 好在影片的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 合作的是这么的Q 所以黄金星导演你也是第一次来看这个MV吗 觉得怎么样 是 他跟我说弄了一个歌说住了 我没听过 我还跟黎智说你发给我 他没发过 其实电影就这样 每次的事业过程 有机会合作 一群好朋友 一群都是这个影仪圈里的工作 然后一起合作做一部电影 所有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回忆 对不对 人是每一天每一天不停地过 不停地往前走 所以这些回忆都会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中 也希望这些不同的回忆 段的回忆 也同时大家会一起分享 对 是一首非常解乏的歌 也是传递着影片当中一种非常欢乐的气氛 就刚才我所说到的一样 这个影片呢 不管是推广曲 还是影片的一些预告片 还有一些导演的剪辑特辑 在网络上发布之后 很多的影迷也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这场发布会 很多的影迷他们也是有一些问题 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看他们的一些问题 我们邀请三位主创来给大家一一作答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显示的这些问题 好 这位网友是黑山老妖抢亲队 他说 没想到国民硬汉张寒宇居然跟黎明一起玩拽音乐圈 还如此的Q二次元 生活当中您也是这样的吗 爱与大哥 生活当中不是这样 演员嘛 是以最好 塑造角色 对 演员最大的愿望是塑造不同类型的角色 当然这个作为演员有很大的局限性 好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玩嗨一点 所以证明这次玩了之后你嗨不嗨 挺好的 是那个两个大叔级的 大哥级的 我们主要看电影里会觉得我们主要还是在兄弟情意上面下了一定的功夫 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 网友胡纯纯杰说大宝这首歌里边您和黎明谁是大宝谁是小宝啊为什么呢 我是大宝 我是小宝对 为什么呢 因为是兄弟俩啊 大哥 对啊 对 大哥和小弟 好来下一个问题 稍静时间看一看 这个还是张伟大哥的网友CB一峰说 看抢红的预告片 我韩语居然正经 不过一分钟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说 他觉得预告片当中您不太正经 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其实是很有喜剧天赋的一个原因 我出道是演的喜剧 对 对 所以 好耶 这个 好容易给我这么一机会 我就表现一下 对 终于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海语大哥 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 网友上渡新马豪说 都说你坑钱坑妞坑兄弟 请给我一个解释 这是电影当中的角色 大宝这个角色 坑钱坑妞坑兄弟 这个说的可不是我的 那是谁 我是被坑的 这不是我那个 这个说的应该是王妖庆那角色 导演解释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 他也是被坑 对 他也是被坑 但是他角色里面 他以为坑的 其实是被坑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网友吴迪零八二三说 据说 抢筒里边你不会打枪 不会 我骗 我一直骗他 他不是我弟弟吗 我一直骗他 我是 我是大陆公安 我是一警察 是一便衣警察 他一直认 其实他知道我说谎 警察不有面子 但是在这里边呢 确实不会开枪 但是也 逼得没办法 也开了 打不准 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抓紧时间 基本上 就是这些网友的问题了 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那现场的朋友们呢 对于我们的几位主创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 搜索一下我们电影抢筒的 官方微博 然后呢在这里可以进行留言 我们抽时间也会 请主创来为大家进行一一回复的 那电影的名字叫抢红 其实说到红 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的有情感 这个不管是红红活活 大红大紫 都是一种特别美好的祝福 还有大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的 就是抢红包对不对 所以既然叫抢红 我们现场要不要来一轮抢红包 好 好 我们跟现场的朋友们来互动一下 那现场呢大家可以把这个手机拿出来 然后在微信当中有一个小加号 加号打开有一个添加好友 添加好友底下有一栏就是面对面建群 我们输入到这个口令 这个口令呢是我们今天 电影要上映的这个日期就是0519 进入之后 然后大家赶快进群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邀请几位主创 来为大家特别的进行红包 这个发放 看谁是第一个能够抢到红包的幸运的观众 好 好 大家都在玩 抢红包是最积极的 你抢红包就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影片的名字特别的讨喜 大家想一想 平时抢红包 那5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到电影来看一看这个抢红这部影片 好 进去了吗 抓紧时间 0 519 0 519 好 可能这个网路有问题 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来把这个红包发一下 OK吗 有没有进 进不进 我们的工作人员OK吗 好 大家慢慢进 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要和几位主创特别在现场呢 要认识两组朋友 这两组朋友呢 他们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网络征集来的 一对好兄弟 一对好姐妹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来 我们把两对兄弟姐妹邀请上舞台 在哪里 来 我们今天 好 欢迎 好 欢迎 好 欢迎 来 几位 各位好 来 来 我们站这边好 好 先跟我们的三位主创打个招呼 来 先打个招呼 我和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二的两名学生 大家好 好 我们的校友掌声在哪里 好 两位同学 大家好 我和我身边的好兄弟 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大一新生 大家好 对 我要给我们的三位主创特别的介绍一下这两组兄弟姐妹 这我们在今天的发布会之前呢 通过网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特别进行了征集 他们两的故事 他们两对的故事非常的打动我们 所以呢 就邀请他们到现场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兄弟情和姐妹情 那我们先从女生开始吧 来 说说你们的故事给几位主创 我们两位是高中的同学 高中就是特别好的闺蜜 然后晨姐差不多 后来高考的时候还特别巧考了差不多的分数 然后我们想高中毕业了 毕业季嘛 大家都很多情侣或者朋友都会分到扬镳 但是我们俩不想分开 然后就经过了一些妥协和放弃之后 一起就一起来到北外 你们这个妥协真的很给力 这个北外的分数线多高啊 这边你们是学霸是不是 稍微低一点的学霸 然后就是在高中就一直在一起嘛 然后吃饭什么上晚不习都是 然后到了大学以后也一直是这样的 然后 对 然后后来呢 你们知道大学和高中不太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她谈恋爱了 然后后来她就每天和她男朋友一起走 一起吃饭 然后我就落单了 然后你就把他们俩拆散了 我还没有这么不地道 然后后来学期末的时候 我还发现她拿了奖学金 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小女生的情绪就出来了 我会想 我这个朋友我们是以差不多的身份来到了北外 然后结果她成绩比我好 有男朋友 家庭条件也比我好一点 这样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 我们俩就产生了一些隔阂 就一直想撕 但是也没撕得起来 然后我们这一期最好有一个机会 是下月期去法国交流交换的 然后最好一直在法国 然后就是我们俩都不知道这场有报 然后就是都报了这个名额 但是只有一个是讲学金领额 然后出来的那一天 然后发现就是我抢了她的那个名额 然后她超级 真可厌 那个时候有多生气 然后刚才过来找我 我们俩吵了一架 然后后来 我还真的感到挺抱歉挺愧疚的 于是就是去跟她道歉 然后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也解释开了一些误会 发现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 比物质更珍贵的东西在 对比物质 比奖学金 比出国深造等等 所有的元素更重要的就是 这么多年的姐妹情 是吗 所以你觉得做好姐妹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经验 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们一直这样好下去 男朋友不能放到第一位 哇这个很重要 对 然后因为真的很多 因为这个就是 闺蜜至少 对 然后就 而且平时有些事情 两个人肯定会有矛盾 还是要就是互相迁就 互相出现 对 对 好 李云大哥听到他们的这个故事 觉得 有没有被打动到 没有 好坦诚 对 也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一个故事 无论打动或者不打动 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受都会不一样 对 因为每个人对每个人一种感受不一样 但是他们这个经历 是永远都会记得的 我相信 对 是他们青春的最美丽的一段记忆 好 希望两位男生的故事 可以打动我们的主创 好 对 我希望我们俩的故事可以打动 好 那你们是怎么样在一起的呢 先说明啊 先说明啊 他有女朋友啊 我们只是单纯的好兄弟 好 来 我们俩 我是去年考进的北外 我从江南小镇来到北外 然后他是北京的本地人 然后我们俩 一高一瘦 一胖 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一黑一白 我们俩怎么能够成为好兄弟呢 这其实在我眼中 我觉得好兄弟就是 两肋叉刀 讲义气 我记得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和他我们两个组团去天津玩的时候 没有 我不太小心 我就再把钱包落在天津某个地方 然后回来之后 那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就 你知道 结局就没有了 然后这件事我也不好意思告诉爸妈 增加他们负担 然后他知道这件事 他把钱包摊开说 这一面的钱我们俩一起花 然后那个月来 我们两个就每天去学校门口 买那个最便宜的煎冰果子 每天晚上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早兼职 去赚点外快嘛 每天晚上下了 就是回到学校门口 然后买了一个热红果的饼 吃 哇很幸福 等到月末的时候 他突然敲开我宿舍门说 走兄弟我们出去 我说干嘛 我发工资了 吃好吃的 那一天晚上 我们点了满满一大桌的肉 把一个月的肉都补回来了 然后这学期 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 刚开学 我的兄弟爱玩 去玩吧玩游戏 忘记了上课时间 然后老师按照名单 点回答问题 我跟他一个伴的 然后他名单在我前面 老师点他的名字 吴东宇 我说到 然后老师回答他的问题 我回答好了 坐下 然后老师又点我的名字了 我这时候犹豫 我要不要站起来 好尴尬的 然后后面还是站起来跟老师说 老师 那个 他好像 好像没来 那就算他跨课好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是台大一嘛 然后 我们还在大学 别怪能够有 差不多四年 三年万一我出过什么 三年到四年的时间相处 但台下的可能就会有 大三大四的学长或学姐 马上面临毕业季分离怎样 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 还在上门口看到他们的回应 就会 有点淡淡的忧伤 但我觉得 像抢红明的影片一样 大宝和小宝 能够在 15年分散 然后长大之后 重聚 我就觉得 海内存自己 天涯若比铃 我和我这位兄弟 说不定若干年之后 会一直去 德国抢皮球 去四川抢白球 这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 天下间的好兄弟 好姐妹 能够 珍惜这份奇异 来之不易 谢谢大家 哇 说的太棒了 给一些掌声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铃 好了 听完我们的两对 好朋友的这个分享之后 我们也请三位主创 给他们一些特别的祝福吧 好吗 来 人的感情嘛 不断不断 虽然年纪都会改变 但人的缘分 也会积累得越厚 也都会开始拉薄 所以兄弟之间感情 好好地有收 不要把太多负担 放在对方身上 我觉得这位更加好 对对对 反正 不用我祝福了 我希望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 都是永远可以做的好朋友 好 是 好兄弟一位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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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你是大宝 我是大宝 不是 我是大宝 刚才讲的这个 后边那个谁起地什么的 我没听 因为你可能南方 那时候比较快 我没听清楚 前面那个 这小王子很仗 所以你一定得珍惜跟他的情意 好兄弟 一直人也拿起来 就是咱没钱吧 是吧 是钱包丢了还是 钱包辣了 对 对 考虑 这位 前面 我一切响 真的 我们已知道 这是 我 我 妈 他 他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怎么样 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大宝所说的一样 就是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铃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永远地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所以黄岛 今天作为我们的大家长 我们为几位好兄弟 好姐妹准备了荣誉证书 一共是六个奖状 您来选择一下 给他们来进行一下颁发 先来给这对女生吧 给这对女生来选择一个奖状 我们有义气兄弟奖 患难兄弟奖 耐思闺蜜奖 最佳唇有奖 逗逼兄弟奖 插兄弟两刀奖 耐思闺蜜奈思闺蜜奖 恭喜我们这对女生 好 黄岛 来给我们的大宝小宝 这对男生来选择一下 是哪一个呢 换难兄弟奖 换难兄弟奖 好 谢谢我们的换难兄弟奖 感受了 好 我们的毕业季最后的一个奖项 要给我们剧中的大宝和小宝 好 他们两个故事将会获得黄岛怎么样的一个 我们的教导主任怎么样的一个肯定呢 来看一下 您的选择 会是 亦气兄弟奖 对 黄岛特别要说一下为什么要为他们颁发这个奖 因为我对这个电影比较少 这个电影里黎明就是想塑造这样一个 虽然特殊的原因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分开一个到了法国 过上个好人的一个过冷的日子 但是他们两个人心心相应到一起的时候 直接的东西拿掉以后是最深情的那种仪器 另外这俩哥们在生活中也这样 对 所以戏里戏外都是义气兄弟奖的最佳代言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黎明和张寒宇 好 谢谢 好 我们面对镜头还有我们的教导主任 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毕业典礼 来三对好同学好朋友来进行特别的欢迎 我们也请全部的媒体来进行特别的拍摄 此时此刻我们也把这份珍贵的记忆 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够有益长存 好 你看中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多说这个兄弟两内插刀 我们今天呢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美酒 好 我们这个中国有一个仪式就是结拜 结拜就是好兄弟 当然要有酒这个助兴 所以呢我们的三位主创和我们今天在北外特别征集的两对好朋友 我们也把酒言欢一起来庆祝5月19号电影抢红全国上映 哇 干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几位同学 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影片抢红 谢谢 好 谢谢 参加台下就坐 好的 到这里呢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已经接近尾声了 最后还是请我们的三位主创来最后和我们现场的同学们 媒体朋友们来说上几句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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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好兄弟 好朋友都可以在选择5月19号的时候的走进电影院来支持抢红 来 谢谢同学们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发布会 希望大家支持 黎明 黎明导演的黎明导演的处女座 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漂房衙门 谢谢大家 对 韩律大哥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问 就是我们剧组走南闯北 然后也进行了好几次发布会 今天应该是最后的一次发布会 那这个发布会 前几次您都没有来 就唯独选择了这一次 今天来到了这个现场 所以我们也知道 韩律大哥根本很少参加录演 没有没有 我参加 我这次实在是意外 因为我正在恒店拍一个古装戏 一直请不下架 那边你知道恒店那个 有三四十个剧组在抢一个景 你要是走了以后 你这个剧组的景就要排到下个月 那剧组损失很多钱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 昨天晚上我赶过来 出席这个 跟同学们见面的这场会 然后明天我都返回剧组期的东西 对 所以向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来特别的解释一下 韩律大哥呢 他是心系抢红 而且呢今天这一次见面会也是在百忙当中争取出来的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韩律大哥今天的出席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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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场的朋友们今天呢 为了感谢一下我们这么多热情的同学 这么多热情的媒体 我们最后也邀请三位主创 我们背对舞台 邀请我们的摄影记者走上舞台 然后和现场的所有同学们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 来 我们的同学们都站起来好不好 不要上来 不要上来 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站好 然后我们的三位背对舞台 对 背对舞台 好 大家都站起来 好 都可以站起来 站在自己的原位上 好的 来 我想问一下大家 抢红的上映时间是 好 好 好 谢谢北京外国语大学 谢谢现场所有的媒体 谢谢同学们 谢谢黄金星导演 谢谢 谢谢黎明大哥 谢谢张大远大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请几位主创到 中台休息 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大家到现场的地铃 一会儿呢我们还为现场的朋友们 特别的媒体朋友 特别安排了这个群绑的时间 也请我们的媒体朋友 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 我们的群绑环节 再次感谢各位 一会儿见 我夫人 我真的还拍着 这就是像媒体 我发出媒体 我发出去学会当闲 现在这是媒体 你不会有家 这我发觉学会计 哈哈哈哈 那我可是我只要照顧 照顧眼睛 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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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去 折腊 dod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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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像是一样的 再一次一样 你觉得这样的感觉 真的有点感觉 你能看一看 你感觉很高 你感觉很高 有点出的 有点出的 不过啥 我感觉很高 你感觉很高 我感觉很高 你感觉很高 就像我了 看頭路讓我自己去走 對著眼淚還有 不斷拆頭 有什麼藝人 拿到回憶方向 一切相當小孩 在叫我 花朵去飛翔 好好好 好多,想做吧 好多 我先來 我先去打 你怎麼那麼好呢 先來,我們要去打個家 每一天都会沚烧的 干净朝鲁 一日月 它怎么回事 啊 有牛鸡 吃牛鸡 这是做 最继续摆档的 刚刚好 吃 这样的温暖 轻轻的轻的电话 用这些目的是 我一个人 超过的名字 有点啊 这些目的是 不必啊 来吧准备开始了 干活了干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次可以给黎明导演打个分吗 然后请黎明给张安玉的表演打个分可以吗 我这人其实是很逗逼的 只过被荧幕上的角色蒙蔽了观众的双眼 因为演员在荧幕上塑造的人物都是你在演离你很远的一个 塑造一个很远离你性格差别很大的人 你才会觉得特别过瘾 你可以无所顾忌地去演那个人 因为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那样的人 其实我原来性格特别逗逼 后来这些年演了这些角色以后把我弄得也挺抑郁的 因为那些角色都很压抑 因为人变得也寡言少语了 黎明作为导演呢 我觉得可以给他打一个多少分你觉得合适 五十一 六十分 八十分吧 八十分 因为掌控这样一个题材的 这样一个故事结构的一个电影 因为他有他的想法 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上面完成度 可以给他打一个八十分以上 好 我 是不是我 我来打分就对了 打个分 好 随便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加五十一一百了 哈哈 嗯 其实 好朋友啊 已经多了一分爱在里面 其实就 很难说多少分 一定是肯定超过一百分以上 就是 因为 出了太高了 太高了 对 谦虚一点 一点 那 我们 就把我八十分 我们减一半 各 四十 差不多 对 谢谢 这边 想问一下您导演 就知道您这一段时间都在被抢红跑路演 想问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怎样的一个感悦 嗯 其实 没有觉得太太辛苦 或怎么样 就是一个经历 因为当你觉得就是必须要去 自己作为一个导演 你的职业上 你的 必须要做出这种配合的时候 就心里面觉得啊 我要把美安徽 这样去 做的 配合 到宣传公司 我希望观众他们喜欢 就是这样 这种很 平静的心情 当然你说相对的 比拍电影的时候 其实是 轻松多了 好 谢谢 问一下张寒宇老师 呃在现实生活中 您对这个兄弟 请怎么看 有时候 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有时候 很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男人之间有时候 不会坐在一起 老说 咱俩兄弟怎么讲 那都是虚的 凡是坐那儿 说咱们哥们儿 全是假仗义 流氓假仗义 真正的兄弟啊 患难之中见真情 你不用说什么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 有人站出来 帮助你 给予你支持 这你一定要认为 他真的兄弟 男人之间 我说 他跟女孩子之间 不一样 女孩子闺蜜之间 有时候就靠 互相交流 男人有时候 在这 情感这些方面 是不愿意说的 所以我认为 真正的兄弟情 还是得在 患难中 见真情 好 非常感谢 在场的各位媒体老师 然后本次的这个 巨环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张晗月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内方是真的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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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注意身体 都注意身体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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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衣服就没了 好气痛啊 我觉得那方式真的是 附近是真的是比方提 一切实现梦想 一切实现梦想 快就快点 能去比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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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